欢迎大家收看汽车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吉娜·李英哈特的Liantown股权不断膨胀 股份袭击持续进行 VVAC Romaswami声称抗议者撞了他的车 新加坡的司机现在必须支付8.7万英镑的证书费 才能拥有一辆汽车 特朗普对资产价格的观点是正确的 利率飙升推动美国汽车贷款支付 创下历史新高 等等 请大家收看 吉娜·李英哈特的Liantown股权不断膨胀 股份袭击持续进行 悉尼先驱晨报 亿万富翁吉娜 赖恩哈特增加了他在理矿商Liantown Resources的持股比例 成为最大股东和Albermaro计划中66亿美元收购的关键人物 赖恩哈特的公司汉考克勘探公司 将其持股比例从14.67%增加到16.7% 超过了董事长蒂姆戈伊德的持股比例 这位矿与大亨在过去一个月里花费了近10亿美元购买股票 Liantown的董事会曾建议批准Albermaro的收购邀约 但汉考克的持股可能足以阻止这项安排 Vivac Romaswami声称抗议者撞了他的车 英国美日电讯 总统候选人维维克·拉玛斯瓦米声称 在爱荷华州的一次竞选活动中 他的车辆遭到抗议者故意撞击 然而 警方表示 这次碰撞是意外的 涉及一名与抗议活动无关的女性 拉玛斯瓦米是2024年共和党总统提名的候选人 他提议关闭美国教育部 并由各州负责教育政策 目前 他在共和党选民中的支持率约为4% 新加坡的司机现在必须支付8.7万英镑的证书费 才能拥有一辆汽车 英国独立报 在新加坡拥有一辆汽车的成本 已经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 驾驶员必须支付8.7万英镑 10.6万美元的车辆拥有证书 扣费用才能拥有一辆车 高昂的费用 使得新加坡的汽车拥有成本成为全球最高 扣制度于1990年引入 旨在控制该国的汽车数量 该国人口为590万 高昂的价格使得许多新加坡中产阶级公民 无法购买汽车 尤其是由于持续的通货膨胀和经济放缓 特朗普对资产价格的观点是正确的 FT评论版 作者认为评估资产是一门艺术而非科学 并且有多种方法可以评估资产 即使他们给出不同的结果 也都可能是准确的 最近在纽约最高法院对唐纳德 特朗普的欺诈审判凸显了估值的主观性 特朗普被指控故意夸大其房地产价值 作者认为 即使对于拥有数百万参与者的市场来说 评估资产也极其困难 并且不同的估值方法都存在一定程度的缺陷 因此 最好的方法是得出多个估计值 并希望其中某个接近公平价值 作者还建议读者要注意 分析师为达到所期望的资产价值而使用的技巧 并提供了一种愤世嫉俗的观点 即所有估值模型都在某种程度上被操纵 以符合某种叙事 作者计划在未来的专栏中 写关于不同估值方法 以及如何计算他们的内容 利率飙升 推动美国汽车贷款支付 创下历史新高 金融时报 美国消费者为购买新车而贷款 面临着创纪录的每月还款额 其中五分之一的人 每月至少欠款1000美元 不断上升的利率和昂贵的库存 使得汽车变得更加不可负担 促使一些消费者选择更便宜的车型 而不是更有利可图的卡车和SUV 2021年第三季度 汽车贷款利率平均为7.4% 是自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而平均每月还款额736美元 则是创纪录的高点 更高的融资成本和价格 威胁到需求 而持续进行的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罢工 进一步影响了供应 VanFast将在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电动汽车工厂上 投资4亿美元 日经亚洲 总部位于越南的电动汽车EV 制造商VanFast计划 在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建厂 以便在2024年底前进军50个市场 该公司在2021年第三季度销售了1027辆EV 与第二季度相比略有增长 其中大部分销网创始人范日武的出租车公司 范日武控制着该公司的大部分非上市股份 并计划在未来6个月内出售4600万股 以筹集约7亿美元 VanFast在其制造资本支出计划中 节省了4亿美元 这些资金将用于建设新工厂 特斯拉在美国大幅降低 Model 3和Model Y车型的价格 加拿大环球邮报 特斯拉已经降低了 其在美国的Model 3和Model Y车型的价格 Model 3轿车的价格 从40240美元降至38990美元 而Model Y长续航车型的价格 从50490美元降至48490美元 这些车型的其他变种的价格也有所降低 Model Y的基础价格保持不变 Model S和Model X的价格也保持不变 马来西亚呼吁地区行动应对跨境烟埋问题 外交官 马来西亚呼吁地区共同努力解决印度尼西亚燃烧泥碳地 引起的年度空气污染问题 马来西亚政府已向印度尼西亚发出信函 敦促他们采取行动解决这个问题 东南亚的空气污染问题日益严重 原因包括农业单一种植 车辆和工业排放 以及自然发生的森林火灾 东南亚国家联盟ACN 在2002年签署了一项协议来解决这个问题 但该协议对减少问题的影响甚微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了一系列新闻内容 涵盖了吉纳 赖恩哈特的股权攻击 VVAC Ramaswami的车辆碰撞事件 新加坡汽车拥有成本的飙升 特朗普对资产价格的观点 美国汽车贷款支付的创纪录 VANFAST在印度和印尼的投资计划 以及特斯拉车型价格的下调等等 接下来我将为大家进行深入分析 首先 吉纳赖恩哈特在Liantown Resources的股权攻击 引起了广泛关注 他通过增加持股比例成为最大股东 成为了Albamaro计划中收购的关键人物 这对于Liantown Resources的收购安排 可能带来重大影响 虽然赖恩哈特的行动引起了一些争议 但我们不能否认 他在矿业领域的影响力和实力 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VVAC Ramaswami的车辆碰撞事件 尽管他声称 这是抗议者故意撞击的结果 但警方表示 这是一起意外事件 这一事件再次引发了人们对抗议活动的关注 以及对政治候选人的安全问题的关注 在新加坡 拥有一辆汽车的成本创下了历史新高 高昂的车辆拥有证书费用 使得许多中产阶级公民无法购买汽车 这主要是由于新加坡实施的扣制度 以及持续的通货膨胀和经济放缓 这个问题引发了人们对新加坡交通状况和政府政策的讨论 对于特朗普的资产估值观点 我们可以说评估资产是一门艺术而非科学 不同的估值方法可能得出不同的结果 但都可能是准确的 特朗普的欺诈审判揭示了估值的主观性 这对于市场参与者来说是一个警示 我们需要注意分析师为达到所期望的资产价值而使用的技巧 并保持对不同估值方法的开放态度 美国汽车贷款支付创下了历史新高 这是由于不断上升的利率和昂贵的库存 这使得购买新车变得更加困难 一些消费者选择购买更便宜的车型 这对于汽车制造商和销售商来说是一个挑战 也对汽车市场的需求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VanFast计划在印度和印尼建设电动汽车工厂 以进军更多市场 这显示了VanFast在电动汽车领域的雄心壮志 以及饭日午对该公司的信心 然而 这也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和市场推广 最后 特斯拉在美国大幅降低了部分车型的价格 这可能是为了应对市场竞争和需求的变化 这也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购买电动汽车的选择 总结来说 今天的新闻内容涵盖了各个领域的话题 从股权攻击到政治事件 从汽车市场到资产估值 这些新闻向我们展示了当今世界的各种挑战和机遇 我希望大家能够保持对这些话题的关注 并积极参与讨论 现在 我欢迎大家提出你们的想法和问题 让我们一起来探讨吧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幅 人